詞曲 曲 順沛 我知道鍾雪有兩個身份 主要是演員和填詞人 你有沒有說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或者為什麼你會想選擇這一方面呢? 我覺得呢 對我來說填詞就是我的生活一部分 我覺得每個人的生活中都需要有創作 或者有思考的時間 而拍電影就是我很喜歡和我的職業 所以很難去取捨 但是我覺得所有東西或者所有的興趣都是我的一部分 其實兩個都是你很喜歡才會決定一定要去做這個角色 填詞就是你平時放鬆去做還是怎樣? 是生活的一部分 那你有沒有決定由一開始很小已經知道我要做一個演員 我要做一個填詞 我就朝著這個目標很努力地去發展 還是中途有什麼原因令你有機緣巧合之下 原來我要決定做這個演員做這個填詞 是不是有這些過程呢? 如果是游的話那努力和機會就會怎樣佔呢? 我相信每個人小時候可能都會被親戚朋友叫你出來表演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瞬間覺得自己很有表演力 但是這個表演力可能維持到我中學的時候就停了 我就覺得我不適合表演 我就很專心地去讀書考大學 然後就進了傳理學院讀新聞 不過我就發現如果我是未來的職業 我真的要選一件事去做的時候 在我生活中佔得最多部分的是什麼? 我發現我每一天奉學回家 我覺得很辛苦 讀書好像很累的時候 我就會不自覺地 很主動地開了幾張DVD來看 然後我就發現 好像在我的生活中 最令我有歡樂和舒適的感覺 就是來自於電影 所以我很開心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慢慢就發現 原來可以在這個範圍裡試一下 因為隔壁系的電影系的同學都會拍畢業作品 我就慢慢在那裡侵佔他們的生活 就開始拍一些學生作品 有時候就幫忙做一下服裝 但是有時候都會試一下做幕前 慢慢做一下做一下 有些同學畢業就真的進了這個行業裡面 做副導演 當然有些就手 就問以前那些拍過去畢業作品的同學 是否去Casting 然後就幸好就有這些不同的機會 就真的進了這個行業裡面 但是說說說說了這麼久 發現所有事情好像都是有一種隨遇而安的心態 只要我每一刻都很想做好 突然之間好像就有一個神秘的啟示 告訴我 我可以做這件事 那就是源自於一開始 對這件事的興趣和喜愛 就加入了這個行業 是 這個吸引力法則 如果我想做這件事 我就想著我做到 我喜歡做的 不是 我有一點反這個 反這個 有一點反這個吸引力法則 我就是沒有想這件事 我就是自後想回原來我是這樣 咦 它就來了 突然之間就發生了 一步一步就發生了 那又不是想問一下 如果現實填詞這方面 是不是真的好像電影那樣 我投了很多份稿 都未必是真的成功到的 全部都是自己很密密地耕耗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去成功呢 填詞這方面 我想現在2024年很多唱作人 他們其實比較容易在串流平台上 放自己的曲詞上去 都會有人聽到 但是我開始填詞的時候 大概是九年前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資訊科技可能沒有那麼發達 就要問 好像電影裡面 去寫電郵或者從不同的渠道 問別人拿一些訊息 那我也有試過可能 在一個人身上拿了20個 但是寫完之後 他說有一首歌可以出街了 出到去發現 寫的人都不是我來的 就是正式發表的人都不是我了 那我覺得是會有這些錯誤的時候的 不過有一件事好呢 就是現在已經有很多行業裡面的 的程式衍生了 譬如有一個程式叫做作樂 那就可以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自己拿自己的作品去報名 然後就有一個監製的團隊 真的可以給你一個機會 去發表一首歌 我想其實在香港搞藝術創作 就是最難是有一個發展的機會空間 所以 現在就好一點 就好像看到今天這個program 都是給很多不同青年人 有機會去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 那多謝忠少爺分享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剛剛Ernest也有提及到 忠少爺會來一部新電影 看我今天怎樣說 整個故事是會說一個龍人的角色 那其實你可以看 可以留意一下他的故事 打桿打桿 看看一個預告 再入戲院看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劇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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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問簡道 簡道的白日之下 大家有多少人看過白日之下 真的很多 所以我都要問問簡道 簡道就是剛才我有提過 其實電影其實 就是除了給人開心發落 都可以啟發很多同理心 那你覺得其實就你的角度 你覺得電影 或者我們今天有一些輕科幻的電影作品 可以怎樣帶給觀眾 懂得看法 跟美修 還有其他的想像 可以令到世界 開心一點 或者幸福一點 因為 例如輕科幻 以科幻為例 其實是希望 是將大家的幻想 大家覺得對明來的一些 憧憬都可以 投放出來 投射出來 那你開啟了 你想了很多事情 開始有思考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會令很多人 都可以他們的想像力 幻想全部都 擺在一起 我對這個好事 那些輕科幻呢 我經常覺得 不是 Star Wars 那時候 不是 Dune 那時候 但是其實 不如以往 我自己其中一套電影很喜歡 我以為是 HER 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 但是它是 所謂的 touchable future 一個很近 可能幾年後的 將來世界 你看到 科技已經是 以前可能說 十年一代 慢慢到 五年 三年 現在可能有些人說 三個月已經很快 所以 這些其實 所謂的未來 將來 其實都是很近 大家 都是現實發生的事情 都是我們的生活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也有一些 故事 一些project 一些題材 都是輕科幻的類別 香港一直以來 好像很怕聽到科幻的字 很害怕 其實以前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我也希望可以看到 多一些香港的 輕科幻的題材 的作品 其實我們這次 未來創本市 其實 也有一個 理念 也希望是 和青年發展有關 也和社會 其他的 其他的 企業 介護界 社福界 都有一個合作 你覺得其實我們 這麼多跨界的 合作模式 來給 好像Jason 這些年輕人 其實今天 其中一個開幕短片 也說Jason 有探測國際支持的 那就是鴛鴦窩了 所以 就是你的新片 你覺得這樣做 其實又有些什麼 就是對業界 或者對整個社會 有什麼好處呢? 我和阿雪都是年輕人 我們 所以 我們都很需要 被幫助 被支持 被鼓勵 除了Jason 叫我們 我覺得 最好就是 原來在社會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 單位 都有不同的資源 如果可能 將不同的資源 擺在一起 我覺得 可以 再推動多些 再鼓勵我們 除了Jason 之外 我們這些年輕人 都是很受惠的 相信 好 多謝三位 三位 可以 就座了 那我走完一段 將時間給 等一下 你不走得住 然後我忘記了 請你們三位 劉寶先 我們 其實我們都想邀請 今次三部新片的導演 和代表 還有兩位影視業界的 創編者力量合照留念 三部新片的導演 包括鴛鴦窩的導演 Jason 艾娃Aza的導演 PT林沛彤 謝謝 另外還有就是 黑暗中飛翔的代表 麻煩攝影師幫忙 麻煩攝影師幫忙去拍照 麻煩攝影師幫忙 麻煩攝影師幫忙 麻煩攝影師幫忙